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到 现在整个民营党台北市长部呢 反正也完全被染黑了嘛 就是因为呢 这个党员赵介佑 他吸毒被收押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风波闹好大 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 他的老爸先出来道歉了赵应光 那么赵应光呢 这个是评委召集人 他在道歉的时候呢 说希望党部赶快处理除名 帮他儿子党籍除名 那么在了隔一天之后 他也就赶快请辞了这个评委 还有一切的党务 也放弃抗辩权力 还有相关的法律追溯权 那么北市党部的评委会 当天通过临时动议呢 晚上就开除了赵介佑党籍 本来这个主委吴一农 不还是说下周处理 就下周就这一周嘛 没有他已经处理了 好那吴一农的说法是 有责任尽速回应 人民期待和监督 好那么那另外这个 是赵介佑的姑姑啦 他也是党部的 他是党部的执行长 他在4月29号的时候呢 当时赵英光还没出来道歉 那么事件发生之后呢 赵新宁他先说 没有提辞职 已经向大众致歉 希望不要被政治追杀 他觉得是外界 对他们赵家政治追杀 可是按照整个的态势演变 到5月2号的时候 他也请辞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吴一农就说 感谢付出 感谢体谅成全 所以我们农农啊 到底是觉得怎么样 是农农对不起 对不起赵家是不是 不是 不是他们对不起党 这个是太诡异了 怎么回事啊 这个感谢付出 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意思 这个大家都有看到 那张照片 网络上也有嘛 就是当初这个吴一农 去登记这个选主委的时候 站在他旁边三个人里面 有两个是赵家的 这张照片 大家印象应该深刻 然后感谢付出 可是后来吴一农 对这件事的说法好像是说 因为他选主委 同样竞选 但是所以大家都来治他 各党各个派系都来治他是正常 说得以后好像他跟他们也没有很熟的样子 好像就是说因为我要选嘛 大家都来嘛 人家来支持我 那现在他又说感谢付出 其实这个就听得明白 感谢你们在我选这个 是党部主委的时候 对我的大力相挺 这个白话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也不想叫你们吃 但是没办法你们先避避风头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子 感谢付出 感谢体谅成全 不过我们来看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比较荒腔 这个是太荒谬 还不止比较荒腔说 这个赵介佑 现在不到30岁 29 29岁而已 你知道他在24岁 应该是不到的时候 在2016年 就已经是蔡总统的顾问了 总统顾问 我想那张总统的顾问评书 大概是非常的无敌 神力无敌 除了他的党制以外 那张评书一定相当有用 可以让他做以下的这些事情 他做过很多事情 他做相当多的事情 实在是真是鱼肉相鸣 根本就是恶霸行为 他做什么 撞那个什么开救护车撞车子 然后在路上 罚12万那才罚12万 罚12万 罚医科罚金12万 然后到澎湖监狱的时候 到澎湖监狱的时候 替代艺恐嚇监狱管理员 说我会杀了你 来逃兵 这个恐嚇 接着那个 因为停车的时候 对后面车 人家随便停车 后面巴 他说你不要 你赶快开走 挡路什么类似的 他竟然下车 不是拿出西瓜刀 给我拿出枪 对空名枪 这个罚了 这个罚了1万块 后来一颗罚金 我那天听黄伟安 那个 我刚才说 不是有一个人谁啊 在路上拿着这个国旗的 对蔡英文的车队 退休警察 退休警察 一个人 有一位方姓嘛 嘉义水上的方姓退休 对 他拿国旗对蔡英文总统 这个挥舞 就是做这个公共危险罪 公共危险罪 被警方移送 这个拿枪 对空名枪三身的 一颗罚金1万块 人民怎么会对 我们的这个司法会有信心 接着他还做什么事情 你看他再逃兵 逃两次 因为家庭因素 家庭势力不错 被分化到这个区公所 然后再次旷值逃兵 然后那个区长还是谁啊 也不管说什么 他表现平平啦 好 那你看他们家的事实在那里有多大 大家都不敢批评 然后接着 最重要是后面这一点 他这次被这个收押以后 竟然可以马上拿到积压的 积压庭笔录 然后马上知道谁是尿杯啊 哇 这个关系 我看北投分居已经得了 差不多 这大家的厨房 随便来去自如 然后还有一点 他是电信诈漆和的主嫌 诈漆是国人这个政府 警察每天在宣导165165165 如果你被诈漆 我们有时候常常也接到 陈晴的那个电话 说他被诈漆 被这个诈漆 被那个诈漆 被诈漆钱 被诈漆 然后他是主嫌 然后家里还收出这个 K他命 他是主嫌 那所以你现在想想看 你现在想看百姓会怎么想 我今天被诈漆 我打165过去 说不定接电话 就是那个诈漆犯的朋友 他还是我们总统顾问 你觉得这案子会办得下去吗 太荒谬了 这个民众怎么可能会对警察 对政府有信心 诈漆案的主嫌 拿的是总统府的这个顾问证 总统小英总统竞选的顾问证书 我真的想好奇的 真的想请小英总统出来说一句话 请问当初你发这张评文书给他的时候 是要请他给年轻人做哪一点表率 是要对空鸣枪三声呢 还是要这个逃兵呢 还是说当诈漆人的主嫌 还是要吸毒 还是要吸毒 他还有贩毒啊 贩毒以外 听说他的小弟要离开的时候 打到断腿 然后把小弟喂毒味道死掉 所以才会发生后天之间 这个真的是 但是鱼肉香名这恶怕 太厉害了 二十几岁 怎么会这么大胆 怎么会这么肆无忌惮 你就知道自己背后有靠山嘛 讲白就是这样子 我看在北投阵一定是横得走 一定没有人敢 民众一定是敢怒不敢言 这个太荒谬 为什么 因为他是民进党党代表 他爸爸 他的家族是民进党的党政的 党的高官嘛 然后他后面有支撑他 然后他还有一张蔡英文的 拼书 平常出入的往来五百天 都是出降路 像这个内政部长 这个行政院院长 说生日的时候送花送总统 送民众怎么会对政府有信心 民众怎么会对这个 北投分级这边会有信心 你今天被诈骗了 打电话去警局那个警察的 说不定我看他对警察事实上 一定也不是猴身的 应该也是觉得反正我就是 比你们还那个 我是总统的顾问 你看他把那个顾问证书po出来 然后把所有他跟这些党政 高层的这个都弄出来 嚣张至极 怎么会这种事情 北投分局没有办呢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真的是离谱到极点 所以那我们年轻人怎么看这件事情 年轻人怎么看蔡英文 请这样的人当他的顾问 蔡英文总统你要出来说句话 我们看到呢 其实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赵英光出来道歉的时候 他讲了一段话 他说他感谢民党立委何志伟 在评委会力挺赵介佑 有生之年会全力支持 你们家族的任何选举 如果知道在这个市党部呢 那个绿色友谊连线 和皇城国人马之间的恩怨 你就会觉得赵英光的这段话讲 听起来是毛骨悚然 恐吓无物 何志伟啊就出来脸是很难看嘛 脸很臭 赵英光感谢我太荒谬了 用黑水泼我不道德 对不起所有支持者 也对不起自己 好那么还说呢 没有作为的是皇城国 赵介佑2014年就入党 当时市党部主委就是皇城国啊 2012年赵介佑吸毒抢救护车之后 党部代表没有乘处过去 太多都没有照着程序走 不希望到时候被告或党籍又回复了 不过回过台 这里是上礼拜 我们一看到赵英光出来讲这一段话之后 就开始为何志伟紧张呢 当什么顾问 当然是当台湾独立的顾问啊 哪个毒品的毒啊 利是哪个利 利益的利啊 犯毒的耶 很会犯毒的 当然很懂台湾的这个犯独立 台湾独立啊 台湾独立的利益 不然蔡总统有什么好不顾问他们呢 当然是顾问台湾独立啊 而且我想到电信诈骗 我觉得超幽默的 真的是有党政不一样 没有党政的 要离乡背井去什么西班牙 去什么肯亚 去全世界各地去进行电信诈骗 然后还要被这个 这个一被逮捕 有可能送中这样的风险 果然有这个有党政 有台湾价值的诈骗 电信诈骗犯 就可以在台湾安安心心的做 然后每次讲到这个的时候 每天脸书上 我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都有很多朋友在警告说 你这个讲这个 你小心这个左侧太阳穴中枪 是不是到现在还有人在那边吸盘 我只是想知道 我只是想知道 加上我们前面这个话题 我只想知道 当危机时刻 我应该躲进哪一个派出所 黑人不会冲进来 对这个比较实际 对啊这件事情才是当务之急 我们都要联清这个部分 那我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今天 我昨天才从肯定回来 然后我今天早上为了来上节目 然后早上在家里面排序 想说要做点功课 你不是有征求王友意见吗 对啊 排序 排序这个赵劫爱 我觉得太幽默了 太幽默了 他当然这个细节的部分 一样这个可能这几天有被讨论过 我觉得是他里面公斗的成分 真的比我 我这几天在肯定在追大情妇 但没想到哇塞 这个赵劫爱 这个绿色友谊连线 跟这个黄辰国势力 在这个台北市党不斗的过程 然后更精彩 你看为什么 为什么赵英光要讲这些 为什么要讲这个何志伟 摆明了就是第一时间 大家注意到吗 这要从哪里开始讲起 赵英光跟赵兴瑜 他们两个呢 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姑姑 那赵介佑这件事情眼看是指包不住 而且闹出重大的事情来的时候 应该是已经压不住了 所以怎么办 他们第一时间想的是断尾求生 所以赵英光跟赵兴瑜 一个是这个 这个这个 评议委员的召集人 一个是是个党部的执行长 所以他其实是有实权的党职 那他们在这件事情上 危机处理怎么办呢 第一时间作为一句痛心啊 又一句遗憾啊 然后希望党尽速处理啊 就希望赶快把赵介佑先处理掉嘛 让这个新闻赶快 开除党籍就开除了 然后之后呢 再看我的网均 去这个PTT啊 去Dcar啊 去哪里洗一番之后 反正人已经开除了 你们再骂又能够骂多久了 于是呢 他们心中在当时呢 第一时间的处理一定是 把这个场面话 漂亮话先讲完之后 赶快处理他 赵介佑对不对 反正人也在关 也不能出来讲话 然后赶快把这个党籍开除掉之后 再进行下一步的危机处理 结果呢 何志伟家族也不是开玩笑的 绿色友谊连线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人家在这个评议委员里面 也有人马 于是怎么办呢 原定要直接处理赵介佑的 这样子的一个评议会 就有个这个李世浩 李世浩也是我们过去跑市议会 就很熟的朋友 他过去是何志伟的这个 市议员的助理 然后就提出 不行啊 这个未来 这个没有走程序正义啊 我们都要给人家三天时间 让他出来好好说明啊 不然将来之后 赵介佑出来之后 拿出什么证据说我们要不服程序 不服程序正义就把它开除了吗 那他不是又回复党籍了吗 这个万万不可啊 一定要有三天的时间 这在周末前夕耶 你表面上一句程序正义 话说的冠冕堂皇说的很漂亮 但实际上心里想的是什么 心里想的就是赵阴光 他巴不得赶快处理赵介佑 进行第二步的危机处理 但何志伟他们就把他卡着 让你再烧三天啊 你血流不止啊 等于就被捅了几 赵介佑一个案子就像捅了一刀一样 身上这个白刀直径红刀子出 身上好多的孔在流血啊 简看就想要先赶快止血 刀子拔出来之后止血 然后结果呢 结果这何志伟 李世豪就像是这个 同名状里面一样 这个二虎跑过去 大哥不能拔 不要拔出来了 让他继续流血 那他再烧三天啊 那再烧一天血流不止 那怎么办呢 结果你看果然这个 当时4月27号这个新闻曝光 赵介佑是赵阴光之子 然后犯了这么多案子 4月28号整天 整天网路炸锅啊 连续起底啊 刚讲这些案子 全部都在4月28号起底 29号原本就叫他滚啦 结果呢 这个你知道 党住再烧三天 再烧三天之后 更多的案子爆出来 然后逼得赵阴光跟赵新宇 挡不住啊 吴怡農扛不住啊 蔡英文跳出来震怒啊 才逼着他们 党职全部辞掉 结果现在大赢家是谁 当然是预设友谊连线啊 原本这个党部是 赤党部是被你这个 这个对不对造势 造势家族给把持 现在权力空出来了 权力空出来之后 当然势必要重新的 重新的进行盘整 就算不是我的人出来当 那重新在盘整的过程当中 我加大业大 我把你对头给整倒了 那你接下来就是要靠我 我现在过程当中 两个人很值得注意啊 在这个 在这一出宫斗剧里面 当然我觉得何作为他们家是大赢家 他们是大赢家 那过程当中一个人重创 就是吴殷农啊 吴殷农就是在这一过程当中 对不对 2020年横空出世 人物设定一身肌肉 这个特战勇士 然后又有脑袋又有肺子 一群农夫农妇 对不对 他现在变成猪八戒啊 里外不是人 他就像是在这一出公斗剧里面 坐在摇滚区的前排观众一样 没他的事啊 他只是背着一个 这个台北市党部主委的名牌 派系在里面作乱 趁机作乱 然后呢 摆明了就是应该要处理的 结果在何之伟他们这跳出来 李诗号跳出来 绿色有一连线跳出来 说不能处理 人家是想整对头 这是派系斗争 但是在派系斗争的过程当中 这个风暴是会直接烧到你市党部 也会烧到民进党的 你无能处理啊 你无能处理 你处理不了啊 你处理不了啊 然后你就坐看这件事情直发展 那所以你这个市党部主委 你能怎样 那未来这个权力真空之后 你又能怎样 你过去就是靠肇氏家族支援你啊 黄承钢帮你运作啊 蔡英文在那边力挺你啊 现在这个势力重整了 你还是一个空壳啊 没有赵家 那你怎么办 你要靠到何家去吗 你要靠到这个阳性这系统吗 靠到预设柳仪连线去吗 你就被人家看破了 你其实不是一个权力者 不是一个实力者 你是一张废死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伤 另外还有一个人 我觉得大家注意他 这个又要协讯一下 又要像太鲁阁号事件一样 林家隆在前面烧十天 不见人影的苏贞昌 苏贞昌 苏贞昌又不见了 又不见 他只是出来讲那个场面话 有没有 清廉情政 好像没有他的角色了 我觉得很值得看 台北市这一局会怎么玩